主料,火腿长50克,油菜30克,省饭130克,补料,盐,橄榄油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剩米饭,将剩米饭放入锅中,加水搅散,加入少许橄榄油大火烧开,油菜揭成细丝,当周开变成时,加入切好的火腿丝,再次煮沸, 加入菜丝竹软关火,加适量粘调味,烹饭技巧,如果用猪油代替橄榄油口感会正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